大家好 我是奈威 今天我想要做不一樣的影片 如何消除內心的負能量 那我今天邀請了一位小夥伴跟我們一起作伴 那就是我的阿比 史努比 這是我整理房間的時候找到的 看起來是不是很可愛呀 我非常喜歡史努比 就是從小到大一直都沒有改變對他的喜愛 那之前也有人覺得我很幼稚啊 就是年紀那麼大還喜歡史努比真幼稚 可是我就不理會啊 因為我就覺得我看到他 我心情就是會特別的開心 那我呢現在呢想要分享我過去自己的例子 就是我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很不開心的 然後我想說用工作來麻痹自己啊 就是時間一定會治癒傷痛的 對我一直這樣催眠我自己 然後一直催眠到覺得說 欸我心情好像輕鬆了 好像我真的沒事了 我好了 然後呢可以很愉快的去面對每一天的早晨 早晨 可以安慰別人啊 要正面思考啊 想像你自己的頭上跟隨了一顆太陽 然後太陽正用溫暖的陽光照射著你 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 對我大概那一段時間 就是一方面催眠別人 然後一方面也是這樣催眠我自己 然後我真的以為我好了 那我是什麼時候才發現說 其實我是假面的好了 大概是兩個月前 我在Youtube呢看到有塔羅老師分享占卜的影片 那其實我對塔羅牌就是一直抱著懷疑的態度 就是我不相信塔羅牌 然後但那一次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居然點進去看了 然後那個老師是講說 呃我的心輪堵住了 所以導致我就是 就是我好像做什麼都很不順利這樣 然後一直有負能量 對然後他就說要去 要去聽一些那個心輪的音樂 要把心輪打開 那後來我就是又去搜尋了心輪的音樂 然後我還有聽宇宙音樂 然後還有什麼 我還有聽了什麼 呃好像還有進化脈輪的音樂 就是我一點進去 然後那個音樂他播放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心好像很神奇 就突然間打開了 然後呃就是那種很 那種感覺很奇妙 我不會形容 好像是有一股 有一股力量 然後就是好像從我的頭頂 然後這樣灌下來 然後蔓延到我的全身這樣 我 就那種感覺很很奇特 我不會形容 然後後來 後來讓我覺得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會閉著眼睛 然後去冥想 那我 我每次閉上眼睛的時候 那個畫面出來都會不太一樣 有一次浮出來的畫面是一個 紫色系的漸層天空 一邊是淺紫色 然後一邊好像是深紫色的天空 呃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是這樣 那我過幾天呢 又去看另外一位陶羅老師的那個影片啊 結果他抽到了一張牌 就是紫色的天空 就是我看到的那個天空的牌 我當下就覺得有點毛骨悚啦 你知道嗎 但那一副牌他講的結果是 比較正面的好一點 有點是在鼓勵我 所以我後來呢 都會去 就是只要有空 我都會去看那個陶羅老師他分享的影片 那我看大概有十幾位老師吧 他們的用字都是會比較正向啊 鼓勵你啊 或是建議你 呃該怎麼做啊 然後呢 呃有一些老師 有一些老師他的講解方式比較活潑一點啊 那你也會去 就是會感染到你 你也會覺得 呃 你當下會覺得說 欸 很快樂 然後 會去照著老師講的方式 然後讓自己更快樂這樣 像我昨天聽到 聽到另一位老師他的講解 他裡面的講解有一句話就是 不要靠腰了 趕快去行動吧 趕快去顯化你的力量吧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講法 然後其實我聽到我不會覺得不舒服 我反而會覺得說 喔 對對對 我要趕快去行動 然後趕快去顯示我的力量這樣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就是他可以 他無形中會慢慢的去療癒你 你的心靈這樣 過去的傷痛已經過去了 然後我要繼續的往前走 我也很希望 如果你是處在富人量的世界裡的話 你可以試試我這一個方法 然後讓你自己 呃 能夠過得比較快樂一點 然後舒服一點 我的講解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是奈黎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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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